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比较兴奋和紧张吧 然后对于成绩的话没有想太多 前两场的话稍微还有点不太适应 但是也就是吸取了很多经验和就是像做一些调整 然后今天这一场感觉找到了平常训练的感觉就特别棒 我也是第一次参加市井赛 我也觉得跟自己第一次参加这种心情大赛很不一样 特别紧张 但是呢在紧张的过程中 只要想好自己的那些平时训练的要领吧 就能发挥出来 你们回国回家以后会怎么庆祝 庆祝 这个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庆祝 在房间里面吗 怎么要隔离怎么庆祝 随便说一下 那肯定是首先感谢国家体操队这个平台 然后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特别是我的教练 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今天 反正就是感谢大家 就特别开心特别激动 谢谢 我也是就是想感谢国家队这一次给我的这个机会 然后呢也感谢教练那些在训练上对我的严格要求 感谢那些医护人员 平时给我的放松给我的治疗 就特别感谢他们 不然的话我也没机会能站上这个领奖台上面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给我们一个照片 和你的面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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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最初的记忆是 我只是想像个疯狂的孩子一样 在柠檬上 TumbleTrack TumbleTrack has been a part 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健康和健康 和我们的健康 真的像我能记得 它们是非常有趣的 它们的有趣 我希望能够引起更多人 能够得到他们的目标